感謝大家一路陪伴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 整整79天的環候旅程 因為有大家的觀賞 讓我整趟旅程真的是 變得格外有意義 我們在起飛 飛到杜瓣 那我這趟去坐阿聯酋航空 從杜瓣轉機的飛機 其實我個人蠻喜歡這台飛機的 那這個阿聯酋的商務艙 我個人覺得啦 是全部航空公司裡面 最值得大家搭乘的商務艙 它後面有個空中酒吧 這個應該是A380獨有的 它後面有很大的空間 有沙發椅啊 吧檯啊 你要吃的喝的都有 它有調酒 巧克力甜點 什麼都陰無陰無啦 然後你可以在飛行的途中 坐在那個沙發 等一下看 四萬英子高空啊 坐在你的沙發 在那邊品酒 吃著它的巧克力 然後順便你可以跟機上的人聊聊天啊 大家看看 阿聯酋航空湯的海鮮餐是怎麼樣 這光線不錯吧 真的 從台北到杜拜 航程大概八九個小時左右 再從杜拜飛往慕尼黑 我第一天降落在慕尼黑的時候 其實很新鮮 因為很久沒去了 隔了三四年以上有了吧 那時候看到什麼的時候 哇都很新鮮 就算是一個小小的超市啊 還是路上那種氣氛那種氛圍啊 坐坐電車 買買車票 什麼事情都非常新鮮 而且整個那個情緒很愉悅啊 這種體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過這個經驗 而且你到了那個地方 你幾乎是在某種程度來說 斷絕了你在台灣的這些紛紛擾擾 在那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種 你的人生真正是你自己做主一回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因為我是自己一個人獨行啊 那就是愛去哪裡就去哪裡 有一句俗話講得很好 唯有當你獨自藝人的時候 你才是自己的主人 我的行程先從慕尼黑開始 北上司徒加特 那我在慕尼黑停留了三天之後 去司徒加特找雷提娜 其實也是因為他在司徒加特 不然的話 我還真沒有機會跑到司徒加特去 全去阿爾卑斯山山區 往南南到義大利 去義大利非常漂亮的古城 帕奴瓦 在那邊遇到了那個海鮮灘那集啊 在這個市場旁邊 有一個相當出名的海鮮灘 這張小小的攤位 但是人群很多喔 連著毛毛去 在那邊吃張雨 厲害吧 Thank you 再去威尼斯派雨市場 喔!這家幹什麼麵喔 喔!很費工 這一個則是我覺得最迷人的畫面 義大利的船隻搭配這個海洋 看看前方這個擁擠的人潮 就知道我們到了聖馬可廣場 拜拜啦 帥跑道 下次再見啦 泡魚市場 北上穿越奧地利 抵達維耶納 連杯子都很漂亮 這就是靈性啊 後來我決定直接殺往波蘭 直接馬不停滴 捷克也沒停留 直接穿越捷克到波蘭南部 這在波蘭 大概應該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克拉克夫 扎克帕捏 這個是我看過 此生看過最大的風雪 這個無法再繼續拍攝 這個無法再繼續拍攝 我們要趕快躲進室內 天啊 Froslav 厲害啦 我後面這棟看起來 好像是古蹟還是博物館的 沒想到竟然是蔡奇亞 Froslav的蔡奇亞 太不夠 嚇嚇嚇嚇嚇 有蔡奇亞嗎 我就用咖啡店 這裡有一間來自於 Krakow的 餅乾店喔 它是秤重賣的 1公斤28塊 他們的餅乾吧 巧克力耶 這感覺蠻好吃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 就好很多啊 像去Stuka那邊 那觀光客氣息就有點重 蠻喜歡這菜市場的耶 你看 賣這些細胸啊 他們那個肉部也都很乾淨 而且放在這個冷藏櫃裡面嘛 我們八星那是直接刮在室外 天啊 這間西餅店才有賣這種 鮭兩糕啊 這一個9塊 台幣70塊錢 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上來Posna 一直到北邊 天啊 一晃眼就這樣子7年過去啦 好 我們來這間 希臘餐廳 這一次我每次來這裡都會吃 蝦可熬的高湯可以去調的啦 整個蝦味很濃很好吃啊 蝦姐好吃 臨近波羅的海的城市 Gdansk 哇 俄後離開波蘭前往柏林 罷工那時候就從柏林離開 往新到荷蘭 荷蘭 算是個壓軸啊 好地方 好地方 覺得海洋啊 一些小層震 最後在從阿姆速車單 坐飛機啊 飛回杜拜 杜拜轉機 回來台灣 好那我這一趟總共花費 我換了一千塊錢的歐元現金 就是台幣三萬四千塊錢 其中一張卡刷了五千七百塊歐元 換算台幣是十九萬十千塊 這也要順便講一下 因為齁 也是我自己的疏忽 就是大家出國之前 那個信用卡 一定要去銀行那邊跟他說 你要開通那個PIN碼 因為國外有時候刷卡 他會叫你輸入那個四碼的PIN碼 而且把它開通起來 那我另外一張卡 是以台幣計價 刷了大概五萬塊錢 總共是二十七萬八千塊錢 我這趟行程 總共Booking.com 訂了四十七天 共花費的是七萬五千兩百元 等於平均每天在Booking 訂的是一千六百塊錢 感覺蠻便宜的對不對 你看我住的那種房間 尤其是在波蘭 喔 那個住宿今天是 很高 那除了Booking之外 我還在另外的訂房網站 總共訂了三十二天 總共是六萬七千塊錢 平均每個晚上是兩千一百塊錢 我會用亞高訂房網 就是那個城市 它的住宿價格有點偏高 我就會選擇訂伊布斯 或者是美居這種 就基本上它乾淨舒適 然後地理位置也可以 價錢也還算合理 那其中住宿呢是十四萬兩千二 那扣掉的住宿 花費是十三萬五千八百塊錢 這個部分就包含吃飯啊 交通啊 你買東買西啊 博物館門票等等 你立刻和一堆 那我知道行程 花費的不是屬於窮油 行程也不算是很奢華旅行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費用呢 算是很值得給他參考了 我去歐洲呢 給自己每天的Code啊 就是一百歐元 這樣就很好記 如果說你今天住的比較貴了 那你吃飯就要稍微省一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吃住 門票買了一大堆 超標了 超120塊錢 那你多花了20塊 就要盡快在明後天之內 把它Code回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很有效的 維持在每天花費一百歐元 我一直維持著我這個算法 算是掌握蠻好 我在錄影片之前 把那個統計下來的時候 我才發現 79天算下來 還真的是平均每天 三千五百塊錢台幣 就大概歐元一百塊 那很多人會問到住青年旅館 青年旅館有好有壞 先講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就是說 你在那裡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因為它人是來自四面八方 它樓下來有時候會有一個交椅廳 有時候晚上會在那邊開Party 晚上在那邊唱歌 跳舞 喝啤酒什麼的 很開心就對了 住在青年旅館那個地方 大家會有一種 志同道合的那種氣氛在 所以交朋友都很快 碰面大家對打招呼會寒暄 再來第二個很大的優點 當然就是價錢很便宜 再問一次我也住過青年旅館 那譬如說我在波蘭 我就不會住青年旅館 我現在走出來這棟建築物 如果大家有一個來 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住的 那時候就剛蓋好而已 樓下都還沒有什麼星巴克啊 什麼的 你看他們這裡的車子 就是會讓人先過 竟然還有一間超市耶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這些都還沒開啊 我就住在好像那一間吧 我應該去住在那間 那因為它有點漲價 我第一次來住的時候 一館上才一千塊 因為那個房間已經夠便宜了嘛 差不到哪裡去啊 剛好啊 不肯當他都幫你寄的輕輕住處的 我在隔蛋的時刻喔 住那個一個晚上才900多塊錢耶 我的900塊錢的房間有什麼 它有一個臥室 有一個廚房 還有一個沙發 所以說在一些貴的城市 就可以選擇住青年旅館 便宜的城市就不用了啦 直接住套房很輕鬆啦 那這樣機票的話 我這趟機票買的價錢 是買了大概10萬塊來回 所以我總統統呢 這趟79天的黃毆之旅啊 花費就是37萬8千塊錢 再來我這次去的那十幾個城市啊 我推薦大家真的 此生必去的城市 一個是知名的 一個是冷門的 可能聽都沒聽過的地方 知名城市啊 我推薦你 威尼斯 威尼斯真的是一個 居世無雙的地方啊 它所擁有的喔 是其他城市你都看不到的 它整個地方你好像來到一個 世外桃源一樣 整個威尼斯區域是沒有車子的喔 全部都是船 它就是會顛覆你 對一般世界的概念 這東西都要坐船運上來 也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地方是必去的 那今年開始啊 它好像要收一個入城費啦 當然正返兩級的意見很多 包含當地的居民啊 也同樣的意見 就是說你不要把一個城市 把它變成遊樂場 如果說今天那邊都沒住人了 變成一座迪士尼樂園 那它還會這麼有氣息 這麼吸引人嗎 當然如果說你從來都沒去過威尼斯的話呢 你一定要住在威尼斯的那個氣浮裡面 你才可以徹底感受到那個氣氛嘛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以聽到外面那個沉沉的流水聲 早上天微亮的時候 你把門打開 你前面就是那個威尼斯運河啊 陽光灑落在那個海面上 你可以坐在那個海岸邊 這個才是威尼斯的魅力之所在啊 那第二個 此生必去的小城鎮 就是波爾安南部的山區 這個風景 太漂亮了吧 這裡 這個地方真的是太美妙了啊 我跟大家講 尤其是我特別推薦冬天的時候去 冬天那個雪山環繞的那個美景啊 你就坐個纜車呢 就可以到山上 輕輕鬆鬆就是一望無際的那種雪景 我來到那天晚上 這地上還是大耶啊 我用大耶 就是沒有雪的 才下了一天的雪啊 就變成這樣子了 這坨雪 對於駐澎湖的我來說啊 是夢幻一般的存在 再來第二個 像這種雪山的環境 如果假設你就去奧地利山區啊 或者甚至瑞士啊 那個價錢齁 應該是雜貨湖的兩倍 甚至三倍以上 不管是吃啊還是住 大家有空一定要來這個地方走一走 再來第三個 覺得它的住處真的太好了啦 我上次住那間小木屋 一千多塊錢而已耶 我前面有一個庭園 整層樓的二樓都是我的 一個沙發 廚房 還有一個臥室 還是分開的喔 很溫馨吧 它還是一個房間啊 它這個房間和客廳是分開的 所以雜貨湖真的是一個非常實惠 但是同時呢 你又可以擁有這些 非常美好的畫面 和美好的風景的地方 哇這個畫面 左邊的房子不要看 有像是 神鬼獵人那個場景 這個就是那個 烤羊乳酪 我吃過一個 我覺得很鹹耶 一個六塊 他們這裡有很多小帳篷 這小帳篷 全部都是在賣那個羊乳酪 滿大街都是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早上睡醒的時候啊 我打開那個床 我發現外面已經雪白一片了 然後你可以自己煮個早餐 對面就會超色的 欸就是這間啊 一個雪 然後會雕著一個籃子的超市 還開到十點 這麼保險 走走走走走 你可以買他們的麵包啊 雞蛋啊 千菜啊 番茄回來自己料理一道 欸豐富的早餐 好 答案揭曉 我也呢 兩塊麵包 一大盒的香菇 一包的洋蔥 一個脆片 看起來很好吃的脆片 麵 一罐 雞腿 四隻雞腿 兩個調味粉包 我很喜歡吃這個 番茄泡麵 超好吃的 風乾火腿 起司 一公斤的馬鈴薯 夠我吃五天了 八特 有喝一罐 一罐這個青菜 一罐百分之百蘋果汁啊 天啊 這樣子全部 猜猜看多少錢啊 波幣 八十五塊錢 折合台幣 六百八十塊 你坐在那個地方 看著窗外的雪景 其實 也沒有說旅行齁 你就一定要跑很多什麼景點嘛 這樣子坐在窗台邊啊 蠻舒服的這種感覺 反而是我最回味無窮的事情 如果說你有緣分 看到這一集的話呢 好不好 把它列入你的人生必去清單 那每個城市住宿的部分 有很多人問到 很久之前有做一集 去義大利要小心 就是義大利旅遊特輯 其實我那時候的計劃 是每個國家都要做一集啊 一拖就拖到現在 奧地利啊 德國啊 波蘭啊 捷克啊 荷蘭 整個系列做一下 好啦 那這次行程的結束啊 就代表著 下一次的行程 馬上就要展開了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把每一個國家的專題 把它做出來 方便要去的人 可以瀏覽使用 因為我還好這次算是第四次了 俗話說的好嗎 三折紅而成良一 好不好 去了四次了 總是有一些東西是值得你們參考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